我姐夫老师去年离婚的 为什么离婚 就是他们两个好了嘛 他们两个好了 我不知道我被蒙在鼓里 有些话是老师最具人的说话 原来金大姐夫妻俩和张大姐夫妻俩都在同一个场上班 两家人之前还是隔壁邻居 平时走动都很密切 张大姐说她怎么也没想到 丈夫和自己离婚的原因居然就出在金大姐身上 又是朋友又是一个场女工作 朋友我们两个说不上 现在肯定不是朋友 如果要是说朋友乱离 你跟我前夫的关系 你自己应该比我亲自 要有证据 他跟我前夫什么关系 他自己最亲自 还是十年前 那你不长时间 别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们都不要说 要讲证据 那你也不要 最好不要说我 要讲证据 所以说说朋友 我们两个说不上朋友两个字 他们好了 那我前夫等于是把我赶出去了 为了孩子的事情 自己这些话都不要说 谁要他丈夫呢 他现在还有个怨气在那里 其实他还有个怨气 那怨气 他十年前跟我前夫是什么关系呢 要有证据 所以你也要有证据 那外面那 等一下他回来了就是证据 你打掉孩子是不是证据 我打掉孩子跟你有关系吗 就是我前夫的了 他们刚离婚 离婚了他怀孕了 怀孕三个月了 去流产的 他前夫当着每个人的面都说 几个月没碰过他 你怎么知道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呀 我们天天就住在一个房间 你知道他没碰过 他当别人的面说的 我听到的 只有他跟你说的 那你可以问你 一听张大姐这么说 金大姐急了 他索性把十年前的事情 通通的搬了出来 他们在电脑上面 他们上网我教的 然后在上面 老婆宝贝 回家我带你 我们一起回去 你老公要这样 怎么样 他说那以前的事 你怎么忘记了 他以前也要跟我聊天吗 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我们都是结婚的人 孩子都是这么大的 不可能的事情 你别跟我说这些话 现在他老公还在这样子 跟我打电话 还在跟我这样子说 跟这个事情没关系 是不是由于他的原因 跟你前夫 我跟你说老年就 如果说一个人 男人跑了 就去找别的女人 你说你找得完吗 我不去追究别人 自己管不了自己的丈夫 我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脸面 我不是打自己的耳光吗 他的前夫还在12年 他现在他还跟我打电话呢 他跟我说 我说我们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吗 不是回头 回头 就他的老 前面的老 他现在还在追究着你 还在跟我打电话 那他为什么 这么追究着你 他说他要 他要跟我好 看到我勤劳 被闺蜜抢了丈夫 张大姐呢 是一肚子的委屈 可现在看来啊 他和闺蜜前夫的关系 也有些不上路 这两家的关系 真是不简单 金大姐说 他原本也不想翻这些旧账 可自打 他跟张大姐的前夫结了婚 张大姐就常常找他闹事 这让他有些任无可忍 从来没说过 那是因为他跟我吵架 到船里面来打 就是找打架 这样我才说出来的 打架 你看看谁打谁 我脸上的伤症 是你给我抓的的 真的这么最近的时间 是你坐到我伤门的地方来打 我知道你伤门 为什么 我跟我前夫买的背套什么东西 我们都离婚了 你请什么到我房里去 你请什么追到我房间里面来找 因为我前夫在这里 对对对 我的东西就有可能在这里 我当然要进来看一下 我的东西在不在 关系一离了 那么就离开了 就是 那我跟你说老娘 这个东西如果说 谁勾引谁的丈夫 这个东西我觉得 没必要追究 抢走了 在抢都抢走了 那我也只能接受现实 那那你离婚了之后 孩子的事情 孩子是归他的 那他怎么约带我的孩子 那我们现在说是这个约带孩子的问题 因为孩子被毛豆 打开水大都小都打 只有12岁 孩子被开水烫了 都不敢说 张大姐的女儿今年12岁 离婚后判给前夫 金大姐就顺理成章 成了孩子的后妈 金大姐说 他这个后妈可不是一般的难当啊 别人的东西老是往家了 你就觉得孩子这个习惯不好 那你如果说 还有我的化妆品 你看这个东西是我故意 然后做来装这个东西的 你故意做这个箱子 怕它搞坏是不是 就是给我 我买了那个不贵嘛 也不便宜 一百多块钱一斤啊 然后给我塞到下水道里面 洗了 洗干净 裙子也给我扔了 不是一次两次了 为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 就是小孩子乱弄东西 他还是认为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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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他就这样 到超市里面去 我再跟着他屁股后面 没事 不是 我说你别拉别人东西 要什么我们买 你良心是 孩子不多的 是这么个事情 我不会多担一个孩子 你知不知道你女儿有这种习惯 跟他们一起怎么弄我不知道 以前也没有这种习惯 在我那里去 没有 男人家 我跟你说 那现在这个女儿在哪里啊 女儿在我那里 那你这么说了 我孩子不听话 那你们后来弄的 就是不要孩子这个话 那就是你这样子弄起来的 哎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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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的时候叫你过来了 不是 你说过 你说我孩子是你的 这当事人来了 种种疑团能解胎吗 这丈夫杨大哥一回来 金大姐啊 好似找到了救兵 可前妻张大姐可就不好受了 你听杨西说 你又没有送他的话 外面的 等一下他回来了就是证据 你打掉孩子是不是证据 我打掉孩子跟你有关系吗 这是我前夫的了 自己有没有送过 罗伯证的话 可以第一天发书 那个 有必要去发书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不会说的 因为孩子是谁的 我们自己心里谁都知道 就是这样 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心里有底 离婚协议书 谁原告 谁被告 这个瞎子都知道 不是啊 我们不要去追 离婚协议书了 做做做做 我是被他们逼的 没办法了 被谁别了 被他们两个 逼的没办法了 那我只要去这样子 我都喝到这里 去找了一把拿下来 带着爸妈 那你去这样叫别人逼着吗 他吵一个男人 那是一个问之后 前夫的出现 让张大姐的情绪 突然激动了起来 张大姐说 前夫和自己离婚 完全就是一场阴谋 既然说到这里了 那我也就把这些 话敞给你 他们两个之前就商量好的 说好的 离了婚一起过 两个各自去找一个来 就是说 不让我们知道 他们两个已经好了 这是他自己亲口对我说的 你全部自己告诉你 他们是当年好在欺骗你的 有这个事情没有 有这个事没有了 他想来回来 当时我叫他回来 他不回来 离婚的时候 他说觉得对不住我 这个主意 他自己说的是他出的主意 有没有这个事情的 你跟他在一起了 就跟他睡在一起了 有没有这个事情 小孩都看到 没结婚 他们睡在一起 有没有睡在一起 你个小婶 你这不是这样一废话 你说什么意思吗 我不是乱说 做人了 人在做了 天在看 看了 他不想去追求这些 不想去说这些 既然离婚了 你就不要一次又一次的来 伤害我 我伤害你了 他去找我了 嗯 这样的 这样子三四次 什么情况 三四次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那个是叫他回来嘛 他一直想让他回来 他自己不愿意回来 他现在好像又后悔了 我是什么东西啊 你要是 他过来 不要再收拾 脚 你不要 我们也是十二年的夫妻 一天前妻 开始后悔起了离婚这件事情 前夫杨大哥有些急了 这边是结婚十二年的前妻 那边是结婚不到一年的现任妻子 杨大哥心头的这感秤 显然不太摆得平 我那个时候知道回来 我说你不回来就说 现在是让全部人骗天下 都说我在勾引他了 我在勾引他了 我让人家说句良心话啊 你看我先嫁不出去的人嘛 我要去勾引他 我跟你说 这个人 你别看他这样 这句话 他房子什么都没有 钱一分钱都没有 而且他赌博输掉了 然后给了他失望过去年过年的时候拿去 那么你为什么跟着他呢 看着他什么 他对我很好的 他对你好 白衣白顺了 他以前对你是不是好 对你是不是白衣白顺 对我还好 你为什么要找 你说 如果他外面没有人 他为什么我十二年钟下班 他跟我说这样的话 他说 我说都不能说了 他说我给你自由 给你两年自由 你到外面去找 找好了我们离婚 别说你真的发生这么 真的我不 我恢复你 就是没有 不要乱说好不好 看来这个怨气年萧啊 报纸都平常的心态 你也去勤求你自己后来的幸福 是吧 好 你去找一个幸福的 这里也不要去关他们 他们不能再幸福也好 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幸不幸福 现在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要的是什么 不要再去阻弄他们了 我要的是什么 在彻底放手前的张大姐 还有一桩心事呢 就是女儿的抚养费 前夫在离婚后从未付过 那小孩要愿意跟着他爸爸 那我还是同意他跟他爸爸 但是小孩要跟我 你每个月生活费你的出 但我的要求 没有要求你出的 打到我的卡里 打到孩子的卡里 这个卡我也给他了 说的是1月1号打进来 到现在他没到 打完每个月多少 每个月说 当时说的是500 6千 也不多 这个问题是我的原因 不是他的原因 是你的原因 到我厂里面打 到我上班的地方去打 就是打了一架子 后来我说这钱我不拿了 谁说已经离婚了 可孩子毕竟是亲生骨肉 一听妻子拒付抚养费 丈夫杨大哥急了 不是说不成 你搞错了 我们一直要成的 这钱是我的钱了 他没有肥话 又是谁拿给他来 一直不要肥话 谁扯了是谁扯了 谁扯了是谁扯了 所以说你在那烦人呢 他没上班啊 抚养费应该给我 他强制性地给他扯起来 那你不是要给孩子扯起来的 那现在我也要求你跟孩子扯起来 我没有要求你扯在我的名字上啊 就是要扯那么多 我我我我我我愿意扯啊 我只是扯的 他他出两钱 凭什么让我们出那么多 我的意思就是扯在那个 我们回老家去 一个小孩付口本拿来 给他扯的那个定期 他他也愿意 愿意把这个钱打给 我不愿意了 现在我你不愿意啊 六千块钱不是付给我的 是 是个孩子扯在那里 不用你来安排 我们以后会给孩子的 但是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我也还不服这口气 那哪能就你说 所以你们这口气了 不要再不服了 大家为孩子想 为你们家庭的服务 看得出金大姐和陈大姐 都有自己的委屈 可大人感情的事情 却拿孩子的抚养费来出气 实在不应该 这个孩子以后 嫁人了 或者就算在他那里 我们也要给他做假装的 作为老爸 但是我凭什么要你来安排 本身大姐为了这个婚姻事件 他都恨着你 抢了他老公呢 你在他一婚姻期间 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那心里就是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所以说 你们俩把这个不舒服的事情 通过这个人 消掉 不要再纠软了 结果也不要再 这怪他们什么事情了 要这怪你老公 他处理的事情 是不是 你要听到他也没意思了 你要找到他也没意思了 所以你们同不同意 这个五千块一年 六千块一年 存在孩子的卡上 同不同意 这很简单的 对的 回去把老家的八一张 给他整个钉铁起来 好的 如果他把这个钱捡起来 我也不回来再麻烦你 好了好了 现在保证了 对我来显示 肯定保证的喽 好吧 这第一点 还有最后一条 你的心里的委屈 你心里的不满 你心里对他们 你说暖恨 从此人开始 全部坏掉 他这是随时不断承认 其实对我们 其实就是这里 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现在就摆在这里 现在就摆在这里 你要祝福他们 让他们生活幸福 你通过你的努力 不哭了 不哭了 你通过你的努力 你寻找你的幸福 在你们双方都幸福的前提下 双方都幸福的前提下 不要亏待孩子 这就是我老娘就 对你的要求 谢谢 母亲的爱心